针对我的云端白板好了 所以今天的话接着来看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二个单元 所以你就把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在这里 里面的第二个单元打开来 那里面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来看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这个单元 那里面的话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有些部分上个礼拜都有提到 包含就是说相关的那个变数 最常被使用到的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 最常用到像字串 文字的话记得 它的结构一定是前后会加双引号 在python里面的话 把这个稍微再放大一下 前后如果加双引号它就是一个文字 或者叫字串 反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字串要跟另外一个字串 一定要两个一定都是字串才能互相的串接 如果两个其中一个不同的形态是无法串接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你要串接 其中一个非字串你要把它转型 那转型上可怕跟各位讲过 你必须要加一个什么加那个像st 有没有就是把它包在外面 转成这个文字之后才能够做一个串接 再来起第二个假设法 我们第一个变数是x1 那第二个变数的话 如果我们上礼拜有提过 如果说数字的话前后就没有双引号 但是特别注意 数字部分还包括 你会发现这个是int int的话是整数 另外底下的话 有小数点的话 那这个部分叫float float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特别注意 将来你在转型的时候 如果有小数点 你用int去转型 它会把那个小数点给去除掉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那这三个是最常被用到的这种变数 特别说数字里面 还包含有小数点没小数点 当然如果有小数点 你就要用float 如果你用错 用int 你小数点就不见 那算出来结果当然就会错误 那另外的话 x4的部分 前后是什么 所谓的中国阿虎 特别说 这个形态比较特殊 它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一般变数只能放一个资料 可是如果你未来 像你从网路上捞资料 或者从资料库 或者从档案 可能资料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总不可能一直宣告 大量的变数来存放资料 所以大部分的话 如果你有大量资料 要放在一个变数里面的话 那记得你可以用所谓的串列 英文名称叫list 那其实有点像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Excel里面不是 这个一整栏里面 一格一格一格的资料 那其实就所谓的list 就清单嘛 OK 也就是说你可以 放很多的资料 有点像 如果你有学过其他语言的话 有点像正列 但是它跟正列最大不一样 正列呢 只能放同样形态 比如说你这里面放数字 只能全部放数字 但是这个串列 它是允许怎么样 你可以放不同形态的 比如说呢 我一二三 三角我说 我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四串 或者是呢 四的话呢 是4.3 有没有 你可以放不同的形态资料 那它是被允许的 OK 那串列其实相当重要 因为未来 你们如果要放 总不可能说呢 网路上来的资料 你要爬资料 它只是单一个 不可能 它一定是一堆资料 那这一堆资料呢 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 一个变数里面 那当然呢 我们通常会用到串列 所以这个串列形态 未来的使用呢 非常的重要 OK 那底下当然你可以 再把这些做一个练习 所以底下的话 有些这样的形态 那其他的话 有所谓的拖曳资源 这个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将来要输出什么 输出双引号的话 记得哦 你不能直接打算 因为双引号呢 在程式里面被用到 因为它代表是自串的符号 有没有 可是问题 如果你将来在 那个什么呢 自串里面还要输入 那个输出 那个双引号的话 那记得哦 你要打这样子 反斜线 双引号 放在那个自串里面才OK哦 否则的话会出错 这可能要注意 另外常用的像怎么换行 比如说呢 我想要在那个自串里面 加一个Enter 让它换到下一行的话 那就一般会用到反斜线N 其他的话像什么 Tab键 比如说我要在 我的自串里面呢 有一个像定位点 按Tab键 那就是反斜线T 那这个部分的话 会用到所谓的拖曳次元 这一部分 那待会后面会 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让大家了解了 那再来的话 有关那个算数预算 上个礼拜有讲过 加减乘除 那这个百分比 就是取余数哦 所以除以多少的余数 那就是用那个 多少的percent 你就比如说呢 假设32 这个后面加一个 percent5的话 余 出完嘛 出完之后余2 那结果就是2 OK 那除除的话 除完之后的整数 那这个是几次方 这个后面也会再用到 还有关系运算值 这个也蛮重要的 像比较是不是相等 那就等等 等于不等于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用一个等号 那在VBA里面 它怎么等于 都是一个等于 可是python是两个等于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 那不等于的话 写成什么 金探号 不等于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其他的逻辑 这个跟这个VBA或其他语言 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写法差不多 那所以呢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写一个有关那个 有关逻辑的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后面呢 我需要做一个练习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执行之后呢 可以让这个城市输入年龄 那这个年龄的range 大概18岁以下是未成年 然后呢 我区间几个 我看一下 这边几个 18岁以下是未成年 18岁到30岁的话是青年 31岁到65岁是壮年 剩下来65岁以上的话 还算老年 不过这个只是一个概括 你不要说 老师65岁还是壮年吗 因为现在人其实都还蛮超 身子都还蛮好的 所以 像你会发现日本你更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开电车的有叫做七几岁 开车技术还蛮好的 OK 所以其实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定义 假设啦 我们就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城市写出来 会有个input input就是我输入 比如说我执行之后呢 请输入什么 你的年龄 比如说我15岁 那enter的话 他就要怎么样 把这个输入值 接到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接到一个变数之后呢 再做逻辑判断 判断一下 那输出给我 输出用什么 用print 输出一个结果 告诉我他未成年 enter一下 未成年 OK 当然呢 你也可以再做其他的年龄判断 比如35岁好了 35应该是什么 青年吧 不是 壮年 OK 好 那类似啦 大家如果你年纪更大 65岁的话 那比如说66岁 enter 就老年 意思是推 那你变成说 你要能够输入一个值 让他可以在一个正确的结果 帮你做输出 不过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为什么每一次都 他在跑一次 再执行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去跑回圈 如果跑回圈的话 你可以重复一直不断的输入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没有跑回圈的话 那只能输入一次 OK 所以未来啦 如果你要让他不断的去 像有一点像玩游戏的话 对吧 那你就变成在外面要包一个回圈 让他不断的去跑 看要跑几次 如果有次数限制 你外面就包一个for回圈 如果你无穷一直跑 跑到对为止 那就用fire回圈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所以要特别注意 逻辑再加回圈 这个是蛮重要 尤其python 我想大概就几个重点 你一定要了解第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刚刚有四种 很重要的变数 当然不是只有这四种变数 其他还有 只是说最重要有这四种 第二个的话呢 就逻辑 现在我们讲的 第三个就回圈 变数 逻辑 跟回圈 如果你这三个基础功夫 打好的话 后面 如果你要再加资料库 再加网络扒松 我想应该会 比较没有问题 否则的话 如果你这基本功夫 还没打好 再加一些其他东西 你可能会 非常的难过 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需要 记得 而且一点点错都不行 所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输入 所以我们先从输入开始 那输入的话非常简单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从头讲 如何开一个新的 module OK 所以第一个 上礼拜有讲过嘛 这边已经有test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专案的话 记得我们上礼拜是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other 先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专案 那么 专案记得我们好像已经 不过你这有个test 我再复习一下 test不能一模一样 我test2好了 那记得 这边要改 这边记得要改 然后 这边不改 这个一定要改 本来是在这里把它改成create src 那主要的好处是说 你就不需要自己在手动加一个这个 这个目录 它会自动加 那你以后把模组放里面就好了 OK 按finish就可以了 所以 当然如果你要我把它复习一下 finish 好 这边 那我们上礼拜是按右键 直接从这个src上面按右键 new new什么呢 new记得 other的这个叫module 然后nest 给它一个名称就好了 那 我这边把它cancel掉了 那把它删掉好了 因为这上礼拜就有了 我只是 delete的话记得 这边可能要打勾 因为如果你有没有打勾的话 它只会删除 这个上面的名称 它不会删掉你原来的那个目录 所以你将来要建一个一样的这个project 它会跟你讲说 已经有存在了 这个可能要实体 实体目录把它顺便删掉 OK 好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如果我要写一个 刚刚讲的这个判断年龄的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步记得在src上面按右键 记得这个以后反正很重要 因为以后我们要写新的程式的话 就是new module就可以了 OK 至于说其他当然还有其他功能 不过我们目前还用不到 我们先other 那记得 在这上面记得 new什么 new module OK 这个可能只要不要出错的话 后面应该就顺利了 右键 然后记得是这个 那再来的话呢 nest之后呢 它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module的名称叫什么 package空白 这个不用 OK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name name也许叫h好了 年龄 我要判断一下 好 那它会出现说 这个叫你要不要样板 那所谓的样板就是说 你预设有一些东西 比如有一些程式已经写好了 要不要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因为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直接按cancel就可以了 OK cancel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它就给我们一个空白的 一个这个撰写的编辑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写了 第一个要输入 所以输入的话呢 当然记得我前面就先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变数 叫h 或者你叫a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取 OK 那我把它叫h好了 等于什么呢 input 特别注意 输入的话呢 就是input 刮红 那再来的话呢 跟他讲说 请输入年龄 OK 你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请输入年龄吧 OK OK 那把加一个冒号 请输入年龄 但是特别注意哦 它输入的话 在那个python里面input 它输入过来的东西哦 它会是一个文字哦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一个文字 那你将来如果做逻辑判断的话 逻辑判断里面大于等于小于那些哦 只能用数字来判断 你不用文字 文字没办法做这样的这个这个比较哦 所以记得要怎么样 请你在这边加个INT 就是在input的外面加个INT 然后刮红 后刮红一下 OK 因为年龄 没有说我今年 20.5岁 好像没有这种 没有人说我今年20 或者是我今年 没有小数点的 所以呢 我们叫INT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未来哦 如果假如说你资料是有小数点 你就不能用INT 否则的话就把小数点去掉 像身高体重之类的 那我们可能外面就要用float 转成那个有小数点哦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他就给我们一个 所以我如果今天输入15岁 那他就讲15岁的那个字串 所以假设我刚刚有输入一个15 他就是15的一个文字 那经过INT之后呢 他存进去就变15的数字 存在哪里呢 存在ing里面 不不h 这个h里面哦 然后再来的话我要做什么 如果if if什么呢 if这个h 假如是小于 所以我就把h这个变数呢 拿到一幅后面空白的地方 做一个 两个 这个算比较一下 然后呢 如果他小于 假如说18的话 OK 所以呢 h小于18 记得哦 加一个冒号 如果呢 他h小于18 ENTER 特别是说你会发现ENTER 这个equilibus蛮贴心的 会自动帮你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AB 但特别是说你不要没事说 哦不要这个TAB我写在你不行哦 因为在Python里面哦 这个一定要写在下一阶 所以在下一阶的话就是一个TAB的后面哦 你不能写在前 如果写在前面 程式会发生错误哦 OK 这可能要注意啊 如果他18 小于18的话 那就PRINT 打一个P 然后选PRINT 那他什么 未成年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 加一个双以后 打一个什么 未成年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判断一重的逻辑 哦 未成年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 这个是所谓的一重逻辑 如果你有一个逻辑 就是我只要抓什么 是不是未成年就好了 因为成年我不想管 OK哦 比如说你今天 呃 什么 十几点 十二点以后吧 还是十一点以后 警察会说 哎 你有没有成年 是不是拿出来看一下 OK 如果你成年能管你几岁 反正你不要18以下就对了 OK哦 这个一重逻辑 可是如果今天要 划分两重 哎 成年跟未成年的话 那你这边底下 再加个ELS 反之两重的 OK ELS 记得加个冒号 Enter的话呢 那就在底下的话 哎 如果18岁以上呢 那就是什么 就是叫所谓的那个成年 啊 那个18岁以下是未成年 18岁以上叫成年 这个叫两重逻辑 OK哦 所以有时候啦 看你的逻辑 有时候你如果还是要在 把成年给抓出来 那就ELS 特别是要关键的地方在这个 语法 后面一定要加冒号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执行 我们来执行看两重逻辑 执行的话呢 然后RUN一下 OK 好 然后年龄的话 比如说我 假设我今天19岁了 Enter的话应该怎么 print什么 成年 没问题 那如果你 比18岁以下的话 当然就未成年 哎 可是如果像我希望 划分的再细一点 就是成年里面呢 还分成青年 壮年 老年的话 再分啦 反正你这怎么去分 你可以自己在想 哎 怎么办 那就是所谓的多重逻辑判断 那所谓的多重逻辑判断的话 特别注意哦 一 你可以先把什么 这个 ELS先把它改成老年 因为剩下来 就是在65岁以上 老年 可是问题中间 还会有什么呢 还会有青年 假设18到30 然后30 18到35 然后35到65是状年 怎么划分 特别是哦 这个写法 我是教过一个小技巧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一 先把这边哦 这两行复制 Ctrl C Ctrl V 或者是有个 我自己习惯了哦 Ctrl C 复制贴上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拖拉 加个Ctrl键 其实这就是什么 复制贴上 不过这个复制贴上 比较快 OK 一拉就好了 写VV也一样 然后拿上面这两行来改 怎么改 特别是哦 如果你要判断第二重 就是说 他是青年的话 那请记得哦 你在一个逻辑判断里面 不能有两个都是一幅开头 有点像你写那个论说文里面 首先 再来就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 除此之外 有没有 这有点像哦 那如果你要其次的话呢 记得哦 在一幅前面加一个 前面加什么 EL哦 EL EL一负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做逻辑判断 如果呢 这个H 它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大于等于18岁 空一格 而且 所以打一个end end什么呢 这个H 这个年纪的话呢 应该是小于 35好了 假设这样 那就是所谓的青年 好了OK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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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所以它有点像会 好好这个区间青年 再来的话就壮年 壮年怎么写呢 很简单 哦 我的习惯了 再把这两行 你看 选取之后 拖拉加砍错键 我习惯拖拉之后再按砍错键 哎 这样就又复制了 然后拿这两个来改成什么呢 哦 如果它大于等于35 哦 小于65的话 假设这样 哦 OK 65 哦 然后呢 它就青年 剩下来就是老年 OK 假设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那我把青年就帮他改一下 有时候其实哦 复制贴上容易 好 忘了改 因为有时候 哎 哦 虽然方便啦 但有时候容易做错哦 那就打一个 壮年 OK 哦 只要打一个 壮 好 好 那再来的话 OK 就类似这样 壮年 好 那这剩下就是你要去try OK哦 所以哦 如果写完之后啦 执行一下 哎 比如说50岁 50岁应该就是 它会怎么跑 哎 不是 不是 啊 是了 它就帮你把这个printer printer出来 理论应该壮年 Enter看看有没有问题 哎 壮年没问题 那就OK了哦 不过目前程式只能跑一次 因为 没有回圈 那再来 如果你写完之后啊 你可以再写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逻辑啦 比如说 后面其实我有一个题目就是 判断成绩 请输入成绩 把年龄改成成绩 那如果他输入的成绩是 呃 100分 到80分 包含 为A 然后 70到80是B 啊 60到70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有点像那个算 学校算成绩的时候 哦 等D 或者甲乙丙丁也可以啦 哦 或者现在学校有什么 U 像小学是U 甲乙丙 对哦 那你也可以 类似的 请输入成绩 那做一个模式判断 那主要就把它熟练哦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试一下 啊 他非常重要 因为我讲过就是 第一个你要对变数的概念有 第二个的话呢 对那个 逻辑的概念也有 不是有啊 还要很熟哦 像这个语法 请各位 务必要把它写到很纯熟 因为未来城市里面呢 都会不断出现这些东西 然后甚至的话会跟像回圈做搭配 所以一般回圈里面会有很多逻辑判 为什么 因为你资料一过来之后 从网路从资料库从档案 那资料过来之后呢 一定会放在一个回圈 会去做读取的动作 然后呢 再透过逻辑去把应该放的资料 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 或者应该放的栏位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城市就必须对这种逻辑判断非常熟练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动作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这个判断年龄的这个范例 稍微做一个城市的撰写 OK 试一下